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未入佛门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想了解的就是一些 比较现实的问题 是否存在天庭或阴间 而且他比较想关注的是司法系统 阴间的司法系统 对对对 司法系统实际上就是善恶因果 对 那善恶因果呢 不光是现在或者阴间 那他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 但是他的存在的这个形式 就是有点点不一样 那比如说佛经里面也就描述很多 比如说阴间 那么你死人死了以后呢 比如说会阎王 把你怎么怎么样 这个事情就说的比较多 那这个实际上 这佛经里面也有 也有讲 这个跟大乘小乘的观点不一样的 小乘佛教里面 某些这个小乘的这个派学说 他们认为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阴间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还有呢 你每一个人死了以后呢 就是要到这个地方去 看你过去做的这些 是善还是恶 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终生 一个生命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打成佛教 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虽然就很多人 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呢 这阴间是没有一个 这样子的司法系统 或者是没有一个执法人员 没有这样子的执法人员 但你会看到 有这样子的阴间的 像法庭这样子的 审判这样子的事情呢 还有就是执法人员等等 这些这个法官呢等等 你都会看得到 但这个都是你自己的 心中的一些这个投影 所以你自己因为造罪了 所以就是你看到这些 然后呢 这也是一种营果 它的这个营果 善恶营果的一个 一种现象 实际上阴间是没有这样子的人 没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 不会有一个真实的人 去给你审判 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那佛经是怎么 僵死什么原因呢 那有些人呢 就是死了以后呢 就像他做梦一样 会梦 梦里面出现的东西一样 它会出现这些 但真实是有这样子的吗 没有的 刚才这个 这位师兄也提到了 它是不是一个三桥方法 它也不是一个三桥方法 有些人确实 他会看得到这样子的 但看得到 是因为自己的 因为这个营果的一些原因 偷视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实际上 营间是没有这样子的 人就给你做个什么 善恶的判断呢 审判呢 但是说是不存在的 请不吝点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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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我们期待 Kirk肯定 是什么 这一番 Because of the 2 c 这2